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 打屎都要吃系列之 打屎都要叫外卖火锅 我是尹月 我是玄慧 欸玄慧 我刚刚不是叫你帮我叫外卖火锅呢 嗯哼 在哪里啊 火锅咧 火锅在哪里 噔噔 玄慧咧 玄慧在哪里 你不要搞笑 好了 这样话不多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 哈 啦 啦 啦 这 啊 こう 好 没有吃过哦 终于拿完食材啦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煮火锅了 我们要出动我们的锅子 在这里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纸上有说明 步骤一 先洗锅 你去洗锅 好的 在等待洗锅的当儿 我们就来跟你们介绍今天的食材 这个是项铃卷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 油脂菜的项铃卷 然后这就是蔬菜类啊 菇类啊 这个 据我所知它里面有 芝麻 然后有 起司 然后其他的等下吃了再告诉你们 由于食物真的太多了 无法一一介绍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整理好了 我们来开封汤底 这个汤底是由 猪骨熬成的 然后有加入药材 美当归 健康养生 等待的同时 我们来邀请胖嘟嘟的其中一位创办人 Jason 来和我们谈谈 当初为什么要创立外卖火锅 胖嘟嘟的创办人Jason 好 Jason 我们想问一下你 为什么你会和你的三位partner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外卖火锅的理念 我们想说在几个朋友就聚会想说 因为我们都是很想吃火锅的朋友 所以我们就聚会的时候想知道说 如果有任何一些外卖说 可以在不用任何的准备之下 可以有人送火锅出来一起吃 那是极好的一个美好的食物 然后很荣幸的在去年的六月份 我们就是在网络上就营业了 就是很多喜欢吃火锅的一些朋友 如果说这个火锅送到你家 可以不花一分一毫的时间来去准备 那是极好 那么Jason 我想问你 你们是怎么去确保食物的品质 还有你们服务的品质 对 讲到这方面 当然我们也很庆幸的说 其实我们很承诺 对顾客来说 一个小时会送到我们家 可以确保说我们的食材各方面 汤底都是保持着一个冷的状态 聊了那么多 我们的火锅应该好了 谢谢Jason的分享 哇 我们的火锅熟了 我可以开始吃了 他有提供这个围裙 对对对对对 好可爱耶 我们先来试吃 我要先喝汤 很浓的药材味 我觉得那个猪骨汤超浓郁的 我最喜欢吃羊肉 1 2 3 来来来 我们吃 很重耶 羊肉味 我喜欢 他的肉质很鲜甜 很嫩 然后入口即化的感觉 我们来吃另外一个肉 这个是羊肉吧 这个猪肉 猪肉 感觉他的肉都是很新鲜的那种 肉质看上去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老板刚刚也有说啊 我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有说他们每一天都会从 菜市场 菜市场每一天都新鲜采购那些食材 这是三秒的香蕴卷 三秒 咦 多么多 1 2 3 嗯 他咬不出来 我觉得那个 嗯 紫菜配上这个香蕴卷 是很绝配 嗯 好啦 话不多说 我们要继续吃这个火锅啦 预知更多详情 可以浏览 烫嘟嘟嘟的官方面子书和网站 祝东方日报的主者们 新年快乐 鼠年行大运 拜拜